北京时间1月17日,中国金球奖颁奖揭晓,最终,乌雷利亚国家队队友艾克森和浩俊敏,连续两年获奖,创造历史。 毫无疑问,作为目前中国足球的遮羞部,吴磊当选没有任何疑问。中国金球奖,Chinese Football of the Year,是由体坛传媒集团主办的,中国首个综合年度全系列足球赛事表现进行评选的奖项,也是第一个由媒体发起并组织的中国足球运动员年度最佳评选。 2019年,中国足球整体表现不佳,不过也有惊喜,那就是吴磊。2019年,吴磊在国家队表现另说,但在俱乐部表现堪称抢眼。 吴磊加盟西班牙人后,在球队踢了43场比赛,打入了8球,刷爆了多项记录。 他是西甲历史上第一位首发的中国球员,西甲历史上第一位进球的中国球员,西甲历史上第一位助攻的中国球员,西甲历史上出场最多的中国球员。 本赛季吴磊又是三线作战,在联赛,欧战和国王杯都有进球,联赛连续两个赛季破门创造历史,也成为了欧战正在历史上首位进球的中国球员,国王杯历史上首位进球的中国球员。 可以说,吴磊获得这个奖项当之无愧,实至名归,毫无悬念,吴磊已经是中国足球最后的遮羞部了,他证明了中国球员,也能够踢好足球。 新年到来后,吴磊的表现又非常出色,面对领头羊巴萨,在第88分钟奇迹般绝评,帮助西班牙人爆冷战平对手,成为首位攻破巴萨球门的球员。 一力进球,让西班牙人母公司星辉娱乐的市值,因此暴涨9.95亿元,缔造商业奇迹。 吴磊自己也表示,骄傲能被这个城市,以这样的方式记住,他已经是巴塞罗纳这个城市的红人。 而且,吴磊还表示,在马路上有很多亚洲球迷都认识我。 吴磊,无愧中国足球的骄傲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中国金球奖设立以来,本次比赛是第三次颁奖,之前两年获奖的分别是冯霄亭和吴磊。 吴磊是首位连续两年都获奖的中国球员,创造历史。 阿斯豹在颁奖前就得知消息,进行祝贺。 吴磊也是表示,2019年对我来说是有挑战的一年,来到全新平台。 希望2020年有更好的表现,带来更多快乐。 此外,中国金同奖归属朱晨杰,中国金帅获奖人士李铁。 国足主帅表示,今天真的特别高兴,首先要感谢所有记者朋友们,给我这么大的鼓励,这个奖项不是属于我自己,是属于我的团队。 最后希望所有球迷朋友们,能继续支持我。 于大宝,严俊玲,朱广乎等人,也是送上了祝福。